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10月8日星期四收市 恆生指數明顯跌幅收窄了 亦在低位請跌200 但在今週初開市位約24,039左右 亦收窄上來 所以初步預約24,000左右 雖然成交少 要等明天A股復市之後北水來 先看買地沽大市的方向會更出現 但起碼暫時知道 跌浪裏頭的反彈 初步在24,000繼續站到 向上望24,500左右 在板塊方面 大家繼續看到很多光復、太陽能、真能源 衷景觀有國策支持 但大家要記住一點 這個其實是頗投機 亦有很多大陸股份相當超埋 小陸股份相當不入流 沒有質素、沒有盈利 所以小心點 這個板塊 車股反而是必須大家留意的 看見黃金周的銷售比較離常 有些大行分析說 第四季 車的銷售會有一個V型的反彈 比亞迪長氣 這些是好的選擇 當然大家可以留意一些有質素的 稍微落後些 例如華盛、廣氣這些 又或者車行股份 例如永達這些股份 應該都會繼續就強